选择多年工艺经验 全神贯注制作手作笔 每一个工序也不马虎 经过几个小时后 一支独一无二的手作笔问世了 来自桃园复兴区泰雅族人陈吴勇 是国内知名原住民手作笔工艺师 过去城市开过17年的驼车司机 受到各个的影响 开始接触工艺领域 然后就每个礼拜五晚上 然后下班就回山上 然后就礼拜五礼拜六 礼拜天回来就做一些东西 然后想说不错 这个木头可以赚一些钱 维持佳绩 然后就开始去接触 完初心得后 陈吴勇决定出来开业并继续创作 让当时的他对于这个领域 什么都不懂 只能埋头苦干 看看是否拗出自己的一片天 我对笔筒什么都不同 但我只能靠我自己去摸 你叫我去问人家 人家同行的但不会讲 然后就这样子一路走来这三四年 做的还算很成功 陈吴勇说 手作笔跟机器制作出来的笔不一样 他强调机器笔外表图案款式单调 手作笔则得按照木头的纹路由之来制作 再加上他也会结合泰雅族群的文化图腾 吸引消费者的青睐 身为常客的台湾印笔学会 也赞赞他的手作笔 能让他们感受到作品的独特性 及工艺师的温度 他们的木头笔 有一种木头的一种特殊的香味 让可以说静下来 我们来写写字这样子 我们这个手作笔的那个木头 它可能一样的零件 但是它的木头 它的笔杆 它的纹路不同 价格就会不一样 然后客人他也会挑 然后这也是我们的手作笔 比较独一无二的地方 老板 因为我刚刚挑到这一块 我觉得我做笔很适合 要能制作出好的手作笔 除了成熟的工法 还有就是挑选好的木材做原料 陈吴勇都会利用每周一时间 前往桃源大西的旧木头材料行 从堆积卤上的木材中 一片一片地寻找 直到有发现适合作笔的材料 陈吴勇首作笔 在国内外市场都有销售 也表示这个行业产值高 让他有不错的经济收入 但过去他都是单打独斗 所以很希望能跟国内原住民的 文创业者合作走进市场 你是做文创的工作者 那你就来跟我做结合 然后我们来设计 我们一起走向这个市场 只是说这个有点难 但是我还是会慢慢突破 我们都可以做一夜结合 但是那个要花时间了 虽然一夜结合的愿景才刚起步 但陈吴勇已开始慢慢整合各资源 能有更多族人接触手作笔行业 提升原住民工艺师的技术 也让国人使用具有族群图腾的木枝笔 原住新闻 虎宋 点播订阅 桃源 中立 大西 采访报导 OSCAD 年轻人 未经许